慈藉基金会 1966年由正研法师创办 从日存五毛钱的科难主统岁月起步 以花莲为起点 从台湾走向过际 1993年马来西亚第一所慈祭联络处正式在槟城成立 慈祭职业在马来西亚深耕三十年来 从慈善起步 结合社会善心人士的力量 建立起慈祭马来西亚分会的四大职业 最重要的原因是 可能会有益心的质量 因为我们需要人类型的质量 在我们需要人类型的质量 要求人类型的质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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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如,在其他人的影響力在免责任的影響力 理科大学讲师和词剂社区志工合作,为社区弱实学童提供一对一补习及办学计划。 藉由这个活动帮助更多弱实学童透过教育得到脱贫的机会,也接引大学生及年轻人参与慈善活动。 如果年轻人参加类似的活动,他们除了自己本身的能力的学习跟提升之外, 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社会,甚至我们的国家来讲,其实它都有很正面的影响。 因为他们家庭的背景,很多孩子都被大多学业方面,尤其是数学的英文都离他们的班级,都离开的很多。 所以这些孩子进来呢,我们这样一对一陪伴着他,最重要这些老师呢,要有爱心跟肯定这些孩子。 那他自然而然,九儿他就会有那个信心了,他会就去学习。 纳毕拉非常珍惜每个星期一次的补习班,认真学习的模样和以前判若两人。 纳毕拉在补习班毕业典礼牵着志工的手,对补习老师说出了他的心里话。 慈激办学补习计划从2019年启动至今,慈激帮助300多位弱势学童, 也吸引120多位理科大学生及志愿者成为教育大使。 会发现到很多学生就是从小可能家境问题,他对那一个生命还有那一个学习没有让他深的了解, 所以他可能会迷茫,不懂生命要做什么,生活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期待的。 现在我觉得就是需要这些好心人去帮他们,立他们可以看到, 其实他们的未来是有明显。 2022年,慈激办学补习计划跟巴掩在野中学合作, 协助高中二学生提升马来文和历史成绩。 当时共有50多位学生参与这项计划, 其中30位学生最终顺利取得马来西亚教育文凭。 那时候Sajira不能巴掩十多分,二十多分这样吧。 老师会在补习上面看那个Sajira的故事, 他要华语讲,讲到有些比较有小点,你就会记得。 考试的时候,你就可以自己下去自己写,不用台北。 国语是拿西加Sajira拿D,帮助蛮大的,补习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